大家好,我是狄大人 今天为大家解读侯孝贤最重要的作品《悲情城市》 这部电影是各类十大华语电影排名的常客,经常排入前三 先说剧情,影片开始,随着日本天皇独特的嗓音 观众可以敏锐地知道,这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天皇宣布投降诏书 日本为了凸显天皇的神圣,天皇有自己独有的语言系统 中国称之为贺音,日本人叫玉音 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天皇的贺音,就是1945年他宣布投降这次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女人深思历劫的身影 林家老大林文雄的小妾将要生产,文雄焦急地上香祈祷 黑暗中电灯忽然亮了,文雄骂了句,把灯照撩上去 孩子在此时诞生,暗示孩子是伴随着光明来的 也可以看成是新生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光明 所以这个孩子取名林光明 SENS为本篇做的经典配乐响起 台湾基隆林家的生活缓缓展开 为了庆祝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全家张灯结彩像过年一样喜庆 大家记住这个场景和色调 坐在堂屋的是林阿璐 也就是文雄的老父亲 他责问文雄,老四怎么还没回来 老四是梁朝伟饰演的林文青 文雄回答老四忙,回不来 我已经安排好了,文青是摄影师 家族聚会需要拍照 拍全家福,背景是一个叫小上海酒家的饭店 这是文雄经营的 林家基本靠这个饭店生活 话外音响起,是女主吴宽美的次数 她是护士,由父亲介绍到一个矿工医院工作 个个吴宽荣没有时间送妹妹 就让好友林文青胡送 注意光线 随着宽美口述内容的变化 光线逐渐增强 画面通透 暗示宽美从淡淡的忧伤到丝丝的欢乐 含蓄的烘托手法 镜头切到室内 文青和宽美在一起看照片 文青是个聋哑人 既听不到也说不出 但宽美丝毫没有嫌弃 也没有过分怜悯 就像与普通人说话一样 自然的与文青进行比谈 文青羞涩纯真的笑容 已经表明她很喜欢这个姑娘 字幕提示 文青的二哥三哥被征兵去了南阳 至今没有回到台湾 宽美的哥哥宽荣带着朋友来到文青的工作室 文青正在给人拍照 梁朝伟这里出现的表情 就是他之后最经典的微笑表情 当时他只有24岁 宽荣是进步青年 经常带着志同道合的朋友 来文青这里聚会大谈史证 此时台湾自甲午战争后 被日本占了50年 也就是被殖民了半个世纪 1945年回到祖国怀抱 当时的国民政府 对台湾实行严酷的政治经济政策 为了内战的需要 从台湾运大量物资到大陆 造成台湾物价飞涨 名不聊生 老百姓越来越不满 一些知识分子便常聚在一起 抨击史证 文青和宽荣听一个日本女子静子说他父亲的事 父亲就是宽荣学校的校长 静子说父亲自己去了台南 而日本政府已经通知在台湾的日本人 最近不要远行 准备撤离 说明老校长不愿意回日本 他可能在台湾已经生活很多年了 有很深的感情 随着这个剧情 宽美在写日记 背景是中国老师教医院里的日籍医生护士中文 这些人也是不回日本的 留在台湾继续工作生活 文雄此时也在医院里 医生看了三弟文良的胸片后 说不要担心 能够平安回来以示福气 文雄抱怨 说母亲的坟 风水有问题 四个兄弟除了自己都不顺 躺着发呆的文良突然疯病发作 抓住老婆不放 文青和文雄拼命控制 文良逐渐平静下来 结合剧情可以推测 文良的疯病是战争导致的 这种在战场上受到强烈刺激后发疯的例子太多 所以医生刚才说 活着回来已经很好了 高洁的表演准确到位 战场上与敌人厮杀 为了求生 很多行为会变得与正常人不一样 比如有人靠近他 他就要弄死对方 而这次靠近他的是他的老婆 顺便说一句 扮演他老婆的是后来在九四版一天吐龙记里 饰演丁敏俊的林立青 文青和朋友们一起吃饭 期间大家听到外面有人唱流亡三部曲 有感而发 也开始唱 台湾人为什么要唱描写东北沦陷的流亡三部曲呢 这是理解本篇情感基调和历史大环境 对人影响的关键一点 第一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湾人重新找回作为国家公民的认同感 那么描写东北沦陷的歌曲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二 此时台湾刚刚脱离日本 本土文化还没有形成规模 没有自己的音乐 只能用大陆的音乐来代替 台湾人并没有因为这是外省人的音乐而排斥 暗示了台湾在文化上与大陆的一脉相成 刚才出现的静子来找宽美 根据前面的剧情交代 宽容是学校的老师 而静子的父亲是学校的校长 宽容与校长一家关系不错 现在静子要回日本了 走之前他把他哥哥的竹剑托宽美交给宽容 说哥哥打仗战死了 可知宽容和他哥哥原来是好朋友 现在把竹剑和哥哥写的诗交给宽容 剑和诗代表了日本人精神的核心部分 一文一武 竹剑宽容与日本友人的关系之好 静子说成门你哥哥照顾 别后永远不要相忘 隐约可以看出 宽容与静子可能互相爱慕 甚至曾经相恋 但中英历史的洪流而天各一方 随着一首日本非常著名的童谣 红蜻蜓的响起 画面由刚才的阴暗冷峻 变得光亮明快 暗示这是回忆中的场景 静子一边弹琴 一边教孩子们唱红蜻蜓 宽容在一边聆听 静子在插花 身穿学生装的宽容在磨磨 静子的哥哥在写毛笔字 我永远记得你 尽管飞扬的去吧 我随后就来 大家都一样 这是一首日本的小诗 却体现了日本文化里对樱花生时绚烂 死时毅然的崇拜 而这种精神在中国人这里 又有了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 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之前 一直拍关于成长的青春作品 这里是他这种思想的再次升华 由于文青听不到 所以宽美一句一句写下来给他看 宽美眼含热泪 文青也激动的颤抖 人类共同的情感 不分国家不分民族 大家都能深切体会 文雄的小妾兄长阿家 带着一群上海人找到文良 说有可以赚大钱的身影 让他参与 因为邻家有六条船 可以把台湾的米糖运到上海 再从上海运一些台湾缺乏的物资回来 一来而去就能发财 文良知道这是犯法的事情 说要与大哥商量以后再做决定 饭店的老板叫红猴 他有一批特殊的钱 盖上两个印就可以当钱用 这一幕正巧被红猴的相好阿春看到 晚上红猴被人绑架 应该是阿春告的密 目的是为了那批特殊的钱 过了一段时间 红猴的尸体被发现 文良和他关系不错 看到尸体他很伤心 顺着这个情节 文青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论最近政府打死烟饭的事 剧情到这里才算正式涉及到主题 台湾的228事件 这个事件过程就不说了 它是台湾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台湾影响至今 这场戏的对话 几乎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高度概括 涉及到很多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 可谓管中亏报 文青在一边放音乐 宽媒给他解释这首曲子的内容 文青写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说自己八岁以前还能听到 八岁那年从树上摔下 导致失聪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文良最终还是与上海人做了生意 但很快就被文雄知道 文雄非常生气 文良发现阿春与那帮上海人在一起 明白了红猴是怎么死的 他与上海人打了起来 文雄赶到帮弟弟打架 负伤的文良被老父亲责骂 越骂越生气 顺带把大哥大嫂也骂了一遍 地方上的保证来家里协调此事 阿家带人去村口报复上海人 最终问题的解决是靠当地的一个大姐大出面协调 经过一番舌战 大家同意了把红猴的钱分成三份平分 文青带着宽容宽美在海边拍照 宽美留在文青家里 以宽美日记的形式 讲述他看到的邻家人的生活 再一次把这个家族 尤其是四兄弟的故事讲述了一遍 半夜一群军人突然闯入邻家 说是抓汉奸 文雄被人举报说是汉奸 阿家带着文雄逃走 老父亲对保证发火 说出了又一段关键的话 与之前文青朋友说的话呼应 台湾是个弱势的地方 不论是面对大陆政府还是日本殖民政府 台湾和台湾人都没有选择 任人宰割 邻家为了生存做了流氓 其实就是有一定黑社会性质的团体 初衷还是为了保经安民 这与中国历史类似时代发生的人和事没有区别 时代一旦变迁 这些团体就会遭受打击 有的能转型的变为现代黑社会 有的无法转型 只能解散 从清朝的天地会到香港的新一案 无疑不是如此 此时文青远在台北的工作室里修篇 大哥的女儿阿雪写信告诉了文青这件事 除了刚才影片里提到的 大哥逃走 阿雪另说了三叔文良也被抓了 这里的关键是官方抓文良的理由 是文良以前在上海为日本人做过事 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普遍现象 就像阿雪说的 就算真的做了 也是迫不得已 当然文良被抓 极有可能是上海人的报复 这些人表面上是黑社会 实际背地里就是政府腐败势力的帮凶 也就是白手套 家里想让文青找台北的朋友 把文良保出来 文青找了朋友 回到家 文良的老婆非常着急 拉着人就问 朋友说已经打听清楚了 现在台湾不会再用汉奸罪名给人定罪了 所以文良人身安全可以保证 外逃的文雄接到电话后 对之前的两段台词做了一个总结 阿家做中间人 文雄与上海人谈判 这场戏非常滑稽 文雄说台湾话 由阿家翻译成香港话 再由对方一个人翻译成上海话 对方老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文雄很无奈 说是愿意拿钱疏通关系 求对方务必在过年前把文良弄出来 最终对方收了钱 文良回到家 但是是被抬回来的 这场戏一开始不拍文良被打的样子 只是从家人的慌乱和文良老婆凄惨的哭叫声里 让观众感受悲伤的气氛 接着转入室内 文良一连血污 靠在椅子上 双眼紧闭 不省人事 注意老父亲此时在镜头的左边 默默看着阿子 他此刻的心情该是如何 可想而知 过年了 新的一年 除了刚出生的孩子 林家没有更好的转变 文雄起床后 一边收拾茶具泡茶 一边与小切捞到他小时候的事情 文雄的这段独白 是为他后边的悲剧做铺垫 这是228发生的前期 通过宽美的日记可以看出 台湾已经进入白色恐怖 陈怡是当时台湾最高长官 他的几段广播讲话 直接点出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文青为了朋友 情绪激动 晕厥在医院里 此时台北已经戒严 政府打死了很多人 通过文青的回忆 228事件可怕的细节得以展现 回忆里文青说出了 在本片里唯一一句台词 只有四个字 梁朝伟的表演细腻 尤其是一边血一边哭的场景 令人扼腕叹息 但从表演的准确性来看 又稍微有点过 悲伤的人更多是无力感 拂案痛哭 应该会比站起来 更能表现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 宽容被打伤 逃到文青的工作室 说林老师 也就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领导者失踪了 处理委员会 也就是民间对抗政府的组织 人也被抓了 拄着拐的宽容 在妹妹和文青的护送下 回到老家 父亲很生气 一巴掌扇了儿子 让他不要在家里住 怕连累家里 过了一段时间 宽美所在医院的院长 到宽美家 把宽美的行李拿来 这是父亲的主意 让他停止工作 因为阿雪不知道这个变化 所以写的信依然是寄到医院的 宽美从信里才得知 文青也已经被抓走了 此时他非常担心文青的安危 因为他已经深深爱上了文青 文雄为救弟弟赶到台北 文青与朋友们在牢里 朋友们一个一个被叫出去开庭 有的被枪毙 出去的人与留下的人道别 没有语言 更没有哭泣 大家神色平静 就像平时出门一样 穿好鞋袜 整理好衣服 文青坐在窗边发呆 因为耳聋 他听不到枪声 轮到他出庭了 他穿好衣服 随警察走出牢门 文雄在家吃饭 脸上的表情第一次表现出巨大的悲伤 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命运的悲伤 令人心碎 又是这个视角的镜头 与之前影片刚出现的那个完全一样的角度 但光线和色调完全变了 之前光线明亮 色调喜庆 人物来回走动 非常热闹 而这时光线暗淡 只有餐桌一处有光亮 背景的堂屋暗淡无光 来回走的人也少了 只剩几个女眷 一系列的悲剧给林家造成的影响 经过对比 令人不慎唏嘘 家里还有老大 老四和儿子 以及年迈的老父亲 男人在 女人不上桌吃饭 文青把林老师的遗物交给他的遗孀 当林夫人看到 可能是用鲜血写成的 你们要尊严的活 父亲无罪是 气不成声 这是全篇的最高潮 宽美来林家拜访 文青不在家 文良此时已经完全疯了 整天只知道吃 看到吃的就往嘴里塞 阿雪对他说 祭品不能吃 可以看出 他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 家人已经习惯了 饭后 宽美与家中的孩子一起拉毛线 二嫂做针线火 林家的饭店也关了 父亲的朋友也被抓了 听到这话的二嫂立即喝止了阿雪 台湾人在白色恐怖中的恐惧可见一斑 过了一段时间 文青回来 两人见面 久别重逢 互相深情的望着对方 虽然手上有动作 但眼睛没有离开过彼此 阿雪非常喜欢这位未来的婶婶 赶忙拿来纸笔 然后去镜头的远处照顾三叔 文良又在偷吃祭品 接下来的戏都是文青的回忆 文青去深山找到宽容 宽容与朋友们夺入大山 一边耕作 一边教山民文化知识 一边还在进行抵抗运动 金士杰扮演的进步人士的哥哥 看到文青写的自己弟弟最后的遗言 悲伤不已 宽容让文青转告妹妹 自己已经结婚 但不要告诉家人 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宽美泪流满面 文青想劝宽容回去 但宽容不愿意 并把宽美托付给文青 文青激动的拼命想说出话来 两人在比谈的时候 镜头深处 三哥一直在表演 长镜头的即时效果非常明显 文雄一个人去给母亲上坟 回来后对文青不满 说他不去看母亲 自己要跟母亲汇报 为什么四兄弟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去 因为文青是除老大以外 唯一还能给母亲上坟的孩子 大哥说你这样不工作 不是长久之计 我给你在家附近开一个照相馆 行不行给句话 最后语重心长的说 人家女孩子不顾体面来家里 什么意思很明显了 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文雄借赌交仇 阿家与上海人爆发冲突 文雄拿刀拼命 被上海人开枪打死 林家只剩文青一个正常的男人了 大哥的葬礼结束 紧接着就是文青的婚礼 这两场戏背景音乐都是明月 几乎听不出区别 因为时间上如此接近 给人一种葬礼婚礼是一回事的错觉 这种故意的混淆 是为了强调悲剧的力量 因为林家已经如此悲惨 再好的喜事也无法抚平他们的创伤 文青和宽美结婚行礼的时候 紧身处的三哥让人心疼 宽美的肚子逐渐大了 文青还在从事照相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孩子阿谦出世 宽美继续写日记 哥哥还在山上 时常有人来找文青他们要钱 印制宣传品 物价在飞涨 大家都说日子不好过 但宽美觉得和文青还有孩子在一起 怎么都是幸福 一天晚上有人从山上烧信给他们 他们这才知道 哥哥已经被捕牺牲 宽美逐渐控制不住 一边哭一边看着孩子 孩子也无辜的看着妈妈 悲剧还在继续 宽美给阿雪写信 说文青给一家三口拍过全家府后的第三天 又被抓走 当时他在给人照相 坚持将工作做完 才静静的被带走 这与之前他在狱中的表现有了不同 文青现在也成长为坚强的战士 就像曾经的那些战友一样 最后一个镜头 依然是影片开始的那个镜头 但物是人非 坐在桌边吃饭的 除了老父亲 只剩分掉的老三文良 和未成年的男孩 其他都是女眷 对比之前两次出现的同样场景 林家从以前的人丁兴旺 到如今几乎家破人亡 从以前的热闹喜庆 到如今的冷清凄凉 我相信台湾人看到这里 都会悲从中来 说悲情城市 必须要说一说长镜头 而谈到长镜头 必须要说安德烈巴赞 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 巴赞其实从来都没有长镜头 这样的表述 他在电影是什么这本书里 从未提到过这个词 他原本的表述是镜头段落 而镜头段落在电影具体呈现上 其实就是景深镜头 比如著名的 公民凯恩里的景深镜头 景深镜头有两大特征 一是意义的模糊性 二是观众接受的自由性 景深镜头呈现的画面 前景和后景都有内容 观众并不能区别 它们是否有关系 更不能确定谁更重要 出于理解的需要 观众会尽可能的把 整个画面都纳入分析范围 这就是导演们使用景深镜头 想让观众去理解的东西 与景深镜头相对的 也不是门太奇 而是好莱坞式的分析性剪辑 所谓分析性剪辑 可以简单理解为 剪辑创造情节 推动故事发展 把多异性模糊性 变成单一内涵的剪辑 也就是说 割裂真实世界的时间空间和节奏 让观众完全进入虚拟时空 而门太奇恰恰是巴赞非常推崇的 换句话说 非分析性剪辑的门太奇 其实就是一种长镜头方式 不知道大家能否听懂这个论述 简单总结 景深镜头才是长镜头的灵魂 门太奇并不是长镜头的对立面 侯孝贤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说他从来没听过安德烈巴赞的名字 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这说明侯孝贤并没有刻意学习过 所谓长镜头理论 他通过艺术实践 自动发现了景深镜头 和镜头段落对于电影艺术的影响 悲情城市有很多镜头段落 是现在各种影视教材的必学内容 之前说的三场表现 林家人在堂屋吃饭的戏 是非常经典的镜头段落 很多评论家和业内人士都反复说过了 我就不多分析了 只谈谈我的理解 景深镜头和镜头段落 这种手法要求摄影机远离被拍摄物体 有摄影经验的朋友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想要画面前后景都比较清晰 应该站得远一些 这是镜头物理结构决定的 这样一来给演员留下比较大的表演空间 和较小的表演压力 镜头远 演员会自然忽略镜头的存在 表演起来通常会自然流畅 这个道理与你在写作业时 大部分人不喜欢家长站在你后面监督你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使用大量景深镜头的影片 都有强烈的记事风格的原因之一 还有之前说的 景深镜头的多异性 模糊性 让观众很容易去思考影片背后的身影 这是分析性剪辑几乎做不到的 因为分析性剪辑已经替观众思考了 剪辑过的段落就是一种思考 这与先入为主是一个道理 最后说说片名 悲情尘世 悲在哪里 林家四兄弟 最后只剩疯掉的老三 老二和老四生死未卜 林家只是普通的台湾家庭 没有显赫的家世 也没有可依仗的权利 却卷入了台湾重大的历史事件 而其他人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冲击 老大的女儿阿雪和小儿子没了父亲 二嫂三嫂包括宽美 等同与守活寡 宽美的哥哥死了 林老师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被枪毙 曾经的统治者日本人也无力改变 爱情 友情 亲情 全被政治的洪流吞没 人世间的美好几乎丧失殆尽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吗 在看似没有直接呈现历史的镜头中 有着侯小贤对阿尔巴事件中 残害人民的反动势力 最强烈的批判 和对台湾最深情的悲悯 从这个角度看 用一个家族的变迁故事 来展现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 是非常好的切入点 这也是中外各路导演 在拍摄史诗片时 最喜欢的题材之一 今天就说到这里 因为一些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 我将暂停对毛片的解读 不过大家放心 这只是暂时的 下一期我将解读一部 由张学友和汤伟主演 一堆老戏骨精彩点缀 故事拍得比较乱 但演技值得肯定的香港电影 我是狄大人 快来订阅我的频道 让没有读过电影学院的你 学会分析电影 欣赏电影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你也可以拍出属于自己的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